防疫待在家 好多的民众真的是闷坏了 所以有民众呢 干脆就在家里搭起像这样的帐篷 体验了露营的感觉 而且呢还有气氛灯搭配了音乐 在家里呢 搭帐篷其实也不难 两个大人一起合作 不到20秒就能够搭建完成 帐篷折叠成雨伞状 拉起外头装置 只要两个人不到20秒就搭建完毕 防疫待在家闷坏了吗 现在在家里就能搭起帐篷 体验露营的感觉 居家露营帐篷怎么搭小PayPal来教你 找好要搭在哪后预留50公分 只要用力往外拉就OK 而且还不用银钉 双热床大小 无论大人还是小朋友 统统都能进去玩 而要怎么收也很简单 网内一压再折好 装进袋子就完成 现在因为大家都不能出去嘛 然后很多人可能想露营也没有办法 有些露营玩家他们就可能 有椅子的有桌子 他们就会在家里布置成一个 外出露营的风格这样子 而在家露营时只有帐篷还不够 得要来点浪漫气氛 按下遥控器 电风扇外围光圈亮起 瞬间变身完美灯 另外整串LED灯 仿佛把星空美景搬进帐篷 而且材质塑胶质 不用怕被摔碎 还有磁铁挂钩 想怎么挂自己设计 更狂的还有 露营灯结合蓝牙喇叭 按下连接钮就能播出优美音乐 非常想要啊 因为现在疫情的状况又不能出门 所以看到人家照片分享 也很想要在家露营 在家里面用烤肉用品 然后煮煮东西跟家人分享 然后钻钻帐篷还不错 防疫期间想找点乐子 居家露营也能在日常中制造未出游的感觉 东西产天新闻 李子涵 杨昂 台北报道